四個青龍五一頂是以進草原為本業 但是這個時候並不是草原生產的規制 所以他就自己開發各種食品 最近是推出冰淇淋 除了有草原的口味以外 也跟台灣國的水果農合作 用上天然的原料提供消費者 好吃又沒有負擔的冰 四個青龍五一頂 除了蒸草原也拿自己的草原來演化各種食品 最近是來推出大人小孩都介意的冰淇淋 因為我自己本身種草莓 我們冬天的時候我們草莓開始大量產出 然後我們就會把我們草莓有時候 客人拿來採採沒有採完的草莓 我就把它收集起來 然後冷凍起來 那夏天的時候我就拿出來做冰淇淋這樣子 五一頂的冰淇淋只採用天然的原料 除了草原也跟台灣國的高農來合作 因為最近天氣不穩定 賣到水果受到影響 有很多生物比較不好看就來賣賣出去 但是農家是品質很好的農產品 適合加工做冰淇淋 因為這樣他的冰淇淋口味是很多款 像我們水果部分 就是都跟附近的農友 或者說一些比較認識的一些朋友 他自己有在種水果 然後就舉我們的美濃瓜的例子 我們美濃瓜最近有跟一個在嘉義種 用溫室的美濃瓜 有跟他買一些美濃瓜回來做 做成那個美濃瓜的冰淇淋 還有我們的芒果也是跟屏東的仿山的 也是拿那個仿山的愛文芒果回來做這樣 就是我們的水果冰淇淋會比較真材實料 然後也是沒有添加風味醬啊 一些香精色素之類的 那還有我自己的 最重要我自己的草莓 也是因為我們自己農場的 自己種的草莓做的那個冰淇淋這樣 我們這邊主要有草莓的系列 還有很多水果像芒果 百香果 火龍果 還有最近有跟朋友買一些美濃瓜之類的 然後還有一些進口水果我們都會做 然後除了水果之外 還有一些像牛奶啊 跟一些咖啡那一種的巧克力那一種 就是屬於比較奶製品的方面的冰淇淋 我們也都會做這樣 我一定的冰淇淋只在網路上賣 提供材配的服務 讓民眾向他期間不用出門 就能吃到冰涼的冰淇淋 防疫期間我們的冰淇淋還有我們的果醬 我們的加工產品都可以在我們的粉絲專業 對 福家草莓果園上面可以跟我們購買這樣 然後我們也可以做宅配 所以大家就可以很放心的跟我們購買這樣 然後也不用出門就可以請那個貨運公司 幫我們送到家裡這樣 吃加工是品最怕吃到餐 化合添加物的東西 我一定的冰淇淋順天然 夏天來吃真的是清涼又沒有負擔 記得吃紅蔬菜和寶豆